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让我们得心脏病的一个嘉宾 我有那么厉害吗 我跟你说 美色现在我们认识到了 那是毒药 许老师现在 我现在男人的美色更厉害 那更毒 你还反情拿呢 徐老师最近说说 怎么领悟到色及时空了 得了心脏病之后 我那天刚出院 朋友请吃饭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性感的女的 穿的非常少 我就觉得是一个毒药在面前 第一次有这个感受 我就觉得是 他这个一头足 就是美色从来藏杀鸡 那怎么就色及时空了呢 怎么就色及时空了呢 我跟你讲 你比如说你经常去酒吧 你就格外能明白色及时空 你看一个美女过来了 她是色吧 她不是你的 要是空 找不着了 而且我还是要感谢咱们这个亲爱的 我觉得马斌老师 真是大方慷慨 小肚鸡肠的人 不会肯替这个节目 是吧 多辛苦 我也愿意替啊 好 下回我休假 就是你坐这 找两个帅哥了 而且 我当年第一次做这个腔腔三人行的时候 状态可没有人家 马斌老师也是第一次做 人家那么自如 对吧 所以呢 还是要感谢广大观众这么给面子 特别今天这个杨娟来了 咱们聊聊什么呢 红楼梦啊 还是青楼梦啊 你现在穿的这身 我跟你说 也够呛 不知道往哪边靠是吧 杨娟最近看红楼梦了吗 我昨天看了两集 因为我最近看了网上的 就是关于红楼梦的评论 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我就昨天晚上看了两集 然后大家好像声讨的第一件事 是这个铜钱头是吧 但是我觉得铜钱头挺好看的 就铜钱头 我以前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多年前有一部电影 叫青蛇 你们知道吧 王祖贤和那个张曼玉 就是铜钱头 妖气冲天啊 两个蛇筋 李比华小说改编的那个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美 你基本上是把铜钱头呢 当成你这个烟熏装看了 对我觉得很美 这古典的东西反正成个时尚符号 可是我也听到网上有人讲 自称是方家讲 就说呀 这个铜钱头啊 你也要分得清 即便是有依据 这个人呢 行典礼的时候 正式场合出来 是不是是一个装束 但是居家长服啊 回到你卧室里 那你还西装革履 或者说还弄弄这个冲锋头 那个到底这个有没有考据 我就不太懂了 对听说这个铜钱头弄起来不是很简单的 谁要是天天在家里就是睡觉的时候都是一个铜钱头 可能挺麻烦的 我觉得 没有 父亲俩整天跟着头发干上了 但是徐老师 我就发现 他经常是着视当中一把清醒的声音 对吗 那是红楼梦 对 不是很多人现在就是 这是梦一场 骂这个红楼梦嘛 就是就是 但是徐老师挺红楼梦 徐老师高度评价红楼梦 这个新版电视剧李少宏的这个红楼梦 在我看来他的一个好处呢 他用了很多原著的这个旁白 然后呢 对白里边呢 尤其是开始几集 他还尽量用回那个里边的那些画 这是很少见的 让我们重新看到两百年前的白画 那不是文言 我们现在很多已经就是听不听不懂 以为这是半文不白什么 那就是两百年前的白画 后来胡适他们就是根据 那个时候的白画 得出了一个文学史的大的改变 就是说白画比文言更有文学性 今天的电视 大家知道 比方新三国 我觉得也不错的 可是我上次讲过了 一上来的一条主题歌 就有一句 不可问吗 就是不可问吗 这个这是这是现在的这口语啊 对不对 像那个赤壁改了以后 那个林志玲去见曹操 那怎么说的 不是说讨厌吧 是怎么说的那句话 忘了 我就记得林志玲 冲那马鞠的还是驴鞠的 说站起来 站起来 对对对 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看足球的时候 咱们给是 那个那个 咱们的国族加油叫熊起 熊起 曹操对林志玲说 别闹 所以说从环珠哥哥开始 整个电视台 不管是古今 讲的全是现在的 大白话 可这是红楼梦 不管他怎么样 我在我看来 真的很好 他有很多用这样的语言 给我们一个语言上的陌生感 好几个地方啊 比方说那个 我随便举个例子 那个宝玉跟他讲 跟黛玉 葬花以后跟他讲了 就是说我心里有你啊什么 然后黛玉没说话嘛 然后就旁白一句话嘛 就是我原文不记得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 这时候头上是雷鸣便响 嘴里便是不能作声 后来我看了这句话 张爱玲用了两次 都用在最关键 一次是那个 王家之那个 那个送他一个钻石 小说里就这样 就是说那个女的 头上轰的一响 这个男人是真爱我的 后来到了小团圆里 一模一样又用一次 那个男的一个拿好 张爱玲还是这句 头上轰的一响 心里怎么觉得这个男的 他们全是 红楼梦里面来的 几乎就是张爱玲的圣经啊 是吧 所以我 这是我第一个喜欢的 就是说这种 把以前的这种白话 带到现在的电视上 我觉得是一股清流 因为现在雨连太浑浊了 可是这一点 也恰恰是 大家都批评的一点啊 就觉得呢 他那个旁白太多 啰里啰嗦 一直讲不清楚 而且他那个 就是关键是演员 好像自己不太明白 他自己讲的是什么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人只说 比方王熙凤 他们有点像背书一样 把贾宝玉这个 在讲那个里面 但不管怎么样 我这可能是我的偏见了 我觉得他在语言上 这真是一股 一股清风 我曾经好几次 上次二月和来到我们学校房 我还跟他讲 我说能不能再现 康熙乾隆 他们当时说的话 二人和说都困难 现在用的话 都是现在的 这个徐老师 就是我从你这 我还有一个感受 你说这个语言的陌生感 我的一个感觉啊 其实我对这个新版红楼梦 没有什么意见 李少宏导演 咱们也见过 对吧 就是但是既然徐老师 你说了这么好 那我作为主持人呢 我就不得不 就要平衡一下 对吧 我讲的也不是我的意见 我看来的 就是我觉得有点像 图解红楼梦 你说的这个语言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你说有陌生感 可是我跟你说呀 它让我产生了疲劳感 为什么 红楼梦咱们都看过 不止一遍 87版的这个红楼梦 更是在电视上 把那些红楼梦式的那种语言呢 颠来到去说了多少遍 耳朵很熟悉 你知道吗 那么你再是这样 我跟你说吧 咱说白了 就是容易出戏 容易出戏 就是说 为什么像图解 我确实是觉得 需要读经典的人 静下心来 咱们焚起一炉香 等于是你现在看书啊 太枯燥 太费劲 太累了 这么一个东西 我觉得确实是学习 《红楼梦》援助的 很好的一个机会 图画《红楼梦》 但是且慢 且慢 电视剧是另一回事 对啊 正如电影是另一回事 你知道要不说 我就感觉啊 中国的这个男人怯懦 女人有勇气 你看你比如咱们胡梅导演 拍孔子 对吧 李少宫导演 咱们敢拍《红楼梦》 这都是比男人的这个气量大呀 是吧 就是很难的 这是非常难的 为什么很难 这边中国这么一个老大历史的这个国家呀 你看英语几百年前 他们欧洲说什么话 他们已经不会说了 可是你看中国的这个玩意儿 他语言文字啊 一脉相承 可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 我就 我再给你一个美国人的视角 徐老师 我有一个美国朋友 他呢 很懂中国话 所以呢 他能看得懂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 他总是给我 我刚才节目里讲过 他总是给我提这个问题 他说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电影电视剧里的人呢 说话跟你们私下里说话不一样 他们一说啊 我想起来 嗯 美国人电影电视剧里的说话呀 跟生活里是接近的 这国家历史短啊 咱怎么能跟他学呢 可是你就是你刚才讲的 这个陌生感呢 容易让人进不去 对 你明白吗 因为电视剧是要有情节的 但是至少现在还是有那么千千万万的人 愿意不愿意还是进去了 你知道我们的语言这个俗啊 这个像顾成的说法 咱们的汉语现在是用脏了的人民币啊 嗯 嗯 这个作家能把他洗一洗 我们借点这个曹雪芹的灵气 把他稍微洗一洗 让大家稍微有点陌生感 这难道不好吗 可以 嗯 我我我说一下我小时候看 就是我只看过一遍《红楼梦》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基本上没看懂 不知道说的 当青涯小说看吗 对对 当青涯小说看 而且很多很多的句子我都看不明白 据说现在的新版《红楼梦》的主要的观众 都是80后90后吧 嗯 那可能跟我当时年纪差不多 他们能看明白吗 是 这个语言啊 那当然咱们希望咱们国家的语言洗一遍 最后咱们互相间呢 全讲《红楼梦》的话 以后一样间呢 这回子你该主持新闻节目了 所有文化呀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世界民态 好空调 格力造